阿祖法深刻地明白,想要修建一座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在专业的工作上,他是完全帮不上忙的,但是,他可以另开西境,选择通过处理后勤事务来为工人们提供支持。 阿祖法收拾完成工人们早餐过后的餐具,紧接着没有停歇便开始了中午饭的准备工作。 阿祖法意识到了刚才早餐过于简朴,对于经常做体力活的工人们来说,简朴的早餐显然是不足以补充他们的体力。 于是,阿祖法决定在中午饭时为工人们准备一顿丰盛的美味,以确保他们能够填饱肚子,补充足够的能量。 他拿出大米,仔细清洗干净,然后在大锅中开始煲煮,随着米饭在锅中慢慢煮熟,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 阿祖法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空隙,开始清洗早上用过的餐具,为午餐的准备做最后的整理。 阿祖法的女儿伊尔达,虽然年纪尚小,却也学会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务。 她乖巧地来到遮阳棚里,将工人们用完的茶杯一一收集起来,小心翼翼地拿给阿祖法清洗。 她的这一举动,不仅为母亲减轻了负担,也展现了她的懂事和乖巧。 工人们在将钢筋材料加工成所需形状后,便开始了在地基沟渠中的铺设工作。 阿祖法的先见之明在昨天已经显现,她独自一人完成了所有地基沟渠的水泥铺设工作。 今天,这些水泥已经完全硬化,为钢筋的铺设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地。 在工人们的同心协力下,一根根钢筋被精准地放置到地基沟渠中。 然而,这仅仅是完成了基础工作的一部分。 接下来,工人们还需要对每根钢筋进行细致的捆扎,将它们编织成一个坚固的镂空长方体结构。 这一结构将作为支撑,待后续水泥胶筑后,形成阿祖法房屋最坚实的基础。 这个过程不仅考验着工人们的力量和耐力,更考验着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。 每一根钢筋的准确放置和捆扎,都是构建安全,稳固房屋的关键步骤。 随着工作的逐步推进,阿祖法的新家园在这些勤劳双手下,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。 在工地上,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。 而在阿祖法的临时厨房里,一锅香喷喷的米饭也刚刚煮熟。 摄影师贴心地从附近的便利店买来了新鲜的鸡肉,作为对工人们辛勤劳动的一份额外报答。 阿祖法接过鸡肉,立刻投入到了烹饪的忙碌中。 他在清洗鸡肉时手法熟练而细致,将每一块肉都处理得干干净净,并切成小块,以便于烹饪和食用。 接着,阿祖法用各种调味料将鸡肉腌制起来,让鸡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收了香料的精华。 腌制完成后,阿祖法拿出了烤架,将腌好的鸡肉一一摆放在烤架上,开始了炭烤的过程。 炭火的热力和鸡肉的香气交织在一起,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,预示着一顿丰盛午餐的诞生。 随着时光的流逝,太阳爬升至天空的最高点,散发出一天中最炙热的光芒。 在阿祖法的巧手和关爱下,一顿丰盛的午饭终于准备就绪。 他邀请了那些忙碌了一上午的工人们,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,聚集在遮阳棚下的餐步旁,准备享用这顿期待已久的午餐。 此时的工人们,经历了一上午的辛勤劳动,都感到了饥饿,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对美食的期待。 阿祖法的邀请,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食物,更为他们带来了一丝凉爽和舒适,在炎炎烈日下,这片遮阳棚成了他们最温馨的避风港。